大家好,人间越败坏 故事越精彩 这那时候最好会评论书 真的是每天都有特别多好玩的事情 虽然我现在这个频道看的人是不多了 但是加不住我这个 我这个什么 祸多 是不是每天一通瞎扯 是不是跟母猪瞎仔一样的 陪大家度过那么一点点时间 金属哥跟大家讲讲两个人渣 两个人渣 一个人渣是台湾的 黄安老师 第二个人渣是北京的 吊盘胡锡进胡老师 这两个人有意思 有点意思 因为中国现在目前最让人烦的事情 就是习包子的近台管控 动台亲临 双关系下 只搞得中国的老百姓 什么不如此 人人都不舒服 真的没有一个人舒服 除了习近平一个人舒服 其他人都不舒服 所以这个黄安这个人呢 也是估计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了 或者自己的自由受到剥夺了 然后开始大骂了 说一定要搞死那些什么动不动弹窗的 这些个家伙 这是哪个傻叉搞的事情 为什么要动不动跟我谈 我哪里也没去 你就说我是黄标 我也不太明白黄安现在在哪 在中国吗 有可能 因为这家伙真是骂啊 所以很多人他有微博嘛 很多人就在那里说 你呀这不是骂我们的习主席嘛 动台亲临近台管控 弹窗绿标黄标 这是习主席的伟一大发明啊 你他妈敢骂弄死你 是不是受不了了 真的受不了 我昨天我一朋友啊 也是一个特直缩的操了员们 说在家里他也三天没出门了 他这上个星期去了一趟上海 然后又回北京了 是吧 北京人平时都是高的上的啊 挺高的上的 长得挺帅的啊 所以突然这个小区给他打电话了 说你去了上海是吧 你路过了这个是普通机场是吧 他说我是啊 他说你现在已经是黄标了啊 你赶紧过来这个到指定的地点去隔离 是不是没得商量 我不去 我现在每天都核酸 每次核酸都是阴性 那不管你阴不阴性 不管你核不核酸啊 不管你绿黄 你都要去 因为你路过这个普通机场边上了 这么一说法 不去 他说你不去是吧 不去我就这个什么 我就给你弹一场 呗出来一个黄标 你不说你是绿标吗 我让你黄起来 是不是让你黄 黄 这个大黄不是叫什么 满地近代黄金甲 挺有意思啊 你还去不去 不去 那是你人为给我搞黄的 他很轴的一人 他说那好吧 半个小时以后警察到你家门口啊 就这么跟你干的 每个人都不舒服 我这朋友都是觉得是有头有脸的人 真的 一点半半都没有 连黄安都受不了了啊 大骂是哪一个人渣 黄安骂人家是人渣 你骂习近平呢 说谁搞的这个弹窗 你们去看啊 骂的可难听了 所以有人就笑啊 说连黄安都hold不住的 这么臭不要脸的人 但是他是史上最不要脸的人 那没有之一啊 这个时代最恶心的华人 黄安排第一 胡锡进老师排第二 说了黄安 我们说这个什么 胡锡进老师 胡锡进老师呢 你消停有一段时间了啊 因为老头儿嘛 退休了 对吧 他不怎么说话 但是呢 还是得维持他的公共影响力啊 最近也hold不住了 在微博上在那里说话 说这个动态清理 静态广播这个政策啊 他说既不科学 是吧 又不科学 又又不现实 他这么说的啊 谁还在这搞这个事情 能稍微尊重一点科学规律吗 是不是 又是清理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你说你突然来了 一个牛逼空的伟大的 比爱因斯坦还聪明的科学家 说我要消灭人类的感冒 你说怎么可能呢 我们说过无数次 病毒这个东西啊 它是生命的一种形态 只要有这个地球上有生命 它就一定有病毒 火星上没有病毒 确保金星上没有病毒 是不是 可能连月亮上面都有病毒 月亮上勾结也没有啊 是没有意义的 完全不科学的事情 所以胡锡进也说这些话 然后有些个微博上的人就就就就会一火上啊 这个老胡终于说了一句一句正确的话 是不是 那就等于是公开批评包子的清理政策吧 这个东西可不得了啊 这是这两个人物都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人呢 是特别特别的 哎呀 我说过嘛 我的现在的开场 在人间越外怀 故事越精彩 你看这个 我们这些个海外的华人 有些人据说啊 是什么呢 是热爱民主 热爱自由的 对自由是 势同如生命的 现在又开始舔习老子啊 真的啊 说习老子的人嘛 是不是里面有一个李强上海市委书记 那是个自由派 那是一个实干派 那是一个长期推崇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开始就说习近平的这个这个这个人吧 里面有有自由主义的一面呢 就这么给你舔 真是安慰自己呗 你说要脸不要脸呢 是不是王沪宁王沪宁还是个自由主义者呢 王沪宁还是这个罗尔斯的这个白左呢 你说今天中国搞的习近平他是白左吗 习近平是叫做什么 不是白左主义是吧 不是白左自由主义 而是什么呀 而是狗狐狸这么地狱主义 把中国活生生的就打造成一个地狱 因为王沪宁他不懂吗 人在诱惑在权力的面前 在公权力诱惑的面前 什么也不是 你的所有的价值观你的所有的方法呢 你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灰飞烟灭 你的心目中就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习主习 习主习让你放屁去放屁去让你吃屎就吃屎 你怎么就即便是李强过去有有那么一套啊 这个东西以前我我们也讨论过的 我在我在杭州有一年那个那个谁 那个宗星后老人家是想搞一本个人传记啊 然后跟出版社商量好了要请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手来给他写书 我我就去了去了跟老宗谈了好几天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安慰我哎呀他说不要担心了 习近平同志他就从这儿啊是在我们浙江州省委书记的人 浙江是什么 浙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的大省啊 你们义乌温州是不是各种宁波 哪个地方的私营经济不是如火如茶呀 是不是结果呢你想想人在权力的诱惑面前 所有的方法呢所有的价值观都会灰飞烟面 所以各种不要脸的人呢 就是真是像雨后春笋一边就开始这么舔 还有人舔什么啊说现在搞供销社这个东西 供销社挺好的呀是不是 供销社政府统一来管理生产资料挺好的呀 是不是你看他有些人他就这么无耻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黄安胡锡进这样的人在绝望的深处 他反而是什么呢爆发出或者是泄露出 或者是射出一点点生命的小微弱的光芒 是吧黄安都知道这个动不动弹窗 这个东西也真是劳命伤财 不是人干的事情 应该把他给弄死啊 胡锡进都说这个动态信念 近代广空这个东西不科学也不现实 反而是那些个在海外一天到晚反共的人说些个不说人话 人心这个东西是何其复杂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一定要读圣经啊 人心比万物多诡诈 谁能读透呢 是不是 所以我告诉你啊 我们一定要这个跟着苏老师学着学着人心论 学着认识论 学着这个人存在的灵魂的逻辑前提是什么呀 是不是 身体的逻辑前提是什么呀 身体的逻辑前提就一定要有阳光啊 有空气呀 有雨水呀 是不是 都说这个地球上万物生长啊 如果没有太阳你怎么生长啊 对吧 那灵魂的逻辑前提就是上帝意志啊 上帝存在 上帝话语啊 你没有上帝人哪有灵魂呢 哎呦 真的 所以我这个这一段时间以来啊 这最近几年以来 我的生活中冒充不多啊 我称之为智者 真的非常的聪明 真的不是一般人 而且我很遗憾的告诉你 真的 我作为一操老爷们 我觉得我们这些个长胡子的啊 这些个二百五的东西啊 都是宠货 男人都是宠货 女人在最关键的时候体现出人心的智慧 和生命的光芒 真的 我这个 我有朋友 有些人可能知道 使劲一下 十老师 真的 我觉得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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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我小了 我叫他妹了 是不是 真的聪明了 我就眼看着他 这 这过去大概 五六年吧 从一个知识分子 变成了一个有信仰的人 从一个有信仰的人 变成了一个出埃及的人 从一个出埃及的人 变成一个在每一个节点 都能把握住这个生活的智慧的人 你看他的在中国的房子也卖了 是不是 这个很多很多钱都转出来了 而且通过接触人才移民 又成为美国的这个绿卡持有者 然后又有找到了一个帅呆了的这个西南老公 然后女儿呢又特别有出息也出来了 人生赢家 真的 就这几年 他每一步都踩对了 牛大发呢 而且他那个房子 他一开始跟我问我 我说你赶紧卖 卖了以后 我说你要比市场价低那么三到五十万 卖出去 然后赶紧把钱搞出来 我说我就担心你人不在中国 你怎么卖了钱怎么出来 哎呀那你放心 我有的是办法 我真的就远看着他 就就就就人在美国就把房子给卖了 把钱给弄出来了 我真是佩服死他了 真的 我还有一个一个一个女性的朋友 哎呀这些年也是看着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看着他把房子转 变卖 看着他到美国去 真的 一开始到美国去 我在想你怎么去呢 你去了以后有什么身份留下来 我看着他去了 看着他儿子上了教会学校 看着他的这个结婚 看着他这个什么买房子 买豪宅 日子过得商好水好 哎呀 真的因为他不做公共行为 所以说的名字你也不知道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在优管上有频道的 那是一个黄金频道 比我的频道 你有营养多了 没几个人看 我都为他急死了 所以你 我建议大家 真的 强烈推荐 关注一下石老师的这个频道 很好的 这个人不是 这个女 这个妹妹 你们叫姐姐 真的 不是一门人 绝对有智慧 真的 这么不得了 谢谢